从村落到城市 人类大约花费了一万年的时间 如果把这一万年比作一小时 那么直到最后的四分半钟 我们才开始进城 而在中国 这一普遍的情形还要晚 晚到最后的一分半钟 有趣的是 只在城市里待了一分半钟的我们 很快便开始怀旧 怀念起刚刚离去 却又挥之不去的 那如诗如画如意的中国村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天井呢 能够看到天空的万千世界 漂浮来的白云呢 太阳啊 月亮啊 你坐在自己这个厅场上面会很惬意的 但是它为什么不叫天窗 叫天极呢 告诫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人们 绝对不能像井底之阿那样 外面的世界大得很 中国村落的建房设局就有很多这样的讲究 不过第一步要讲的便是选址 选择如桃花园一般的宜居生养之地 所以 能侥幸留存至今的古村古镇 无一例外 都可以或者早已经成为旅游观光的景点 一山傍水 错落有致 中国的村落 于风景如画之中 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宇宙观 天人合一 阴势向景 不喧宾夺主 阴势造景 不横行霸道 自然的材料 自然的开展 一个个村落仿佛是从土地上自然的生长出来一样 不过 村落的最初建构并不完全是自然而然 而是花了一番心思的 这番心思 古人称作风水 他在这个形成这个建筑之前 这一件事就是要去看我要建的这个建筑 跟自然山水之间的关系 跟我们当地劳作的这些 耐以生存的土地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他的一个最基本的通识理念是什么 本来就是人 建筑和自然一定要协调 一封读损 这叫华表 两山对峙 日月汉门 其实就是备有大山 面朝卧野 所谓风水就是一处特别适合成家立业的地方 风水学用现代华面 它不是明晓的 它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 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比如坐背朝南 有力采光 前面有水 有力 调节气候 北面有山 可以阻挡西伯利亚来的寒流 我们现在风水异化了 认为是作为一个赚钱 发财 致富 这种是不对的 它是人和大自然的 一种和谐相处的一种的默契 一种心灵的感受 所谓风水 是中国古人通过观察自然万物的变化 而总结出的建构法则 是一种更让人适宜居住和生产的科学 是中国人在天人合一的思想统设下认真的生活 元朝治政九年 公元1349年 浙江武艺县的渔园村 刚刚成熟的庄稼 又遭受了一场洪水的袭击 我们渔园以前啊 老老发洪水 也有人发文病 村里人请来了一个叫刘基的风水师 风水师认为 此地溪流太直 容易将村落里的气数泄尽 于是将溪流设计成S型 整个村的格局看起来像一幅太极图 我帮你改个太极 你这条河流太直 住不起 说来称奇 曾经饱受汗烙肆虐的村子 从此安然无恙 富甲一方 这个刘基就是后来辅佐朱元璋的明朝国师刘伯温 后来温病也没有了 洪水也没有了 再后来呢 越来越发展 越来越发展 把我们渔园出了个百分 静围供应上 全韩国寿舱 龙华勤烈衣 富贵续年粮出了百分 我现在是二十四代 其实 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水力改造工程 S型的溪流意在使河道变长 容积加大 减缓流水的速度 同时 刘伯温借黄道十二宫之说 把环绕渔园的山岗变成了神山 禁绝砍伐山林 消除了山洪下泻 溪流泛滥的诱因 又在村里按北斗七星状挖了七口池塘 作为蓄水 抗旱 救火之用 整个村庄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堪称中国古村落生态建设的典范 中国的村落 风水无处不在 而最为紧要的风水所在 是我们和村庄的初次相见 这便是村口 村口 常常也是水口 浙江武艺郭栋村 四周层鸾跌杖 只在这里有一道狭小的出水口 这让山澳里的村庄看起来犹如洞天伏地 建村设寨 水是命脉 因而水也是财富的象征 为了锁住财富的出口 人们在这里种树 蓄水 造桥 供奉 以期让水流也是财富缓缓地流出 我们边山这些树木 龙山上的树木 为什么有这么好呢 因为我们祖宗一直流行下来 有很严格的家规家训 你上山剪裁活者就要拔起指甲 如果砍小树者就要剁起手指 砍大树者就要剁起手臂 听起来是非常残酷的 但是的确是把我们整个龙山 这样完整地保护下来了 层层叠叠的古树围住了郭栋村的水口 草木 桥梁 庙宇 有时之事悬址建村 必重视森林和自然的屏障 以及由此而组成的美丽风光 这就是敬畏 因为人过去我们的先民有一个非常朴素的 但是非常科学的道理 就是人只是自然衍生出来的这样一个分子 所以那么人和自然的关系 人是重属于自然的 中国的村落无论大小不必奢减 都会因地制宜设置水口 它是一个村的形象代言人 是他们交流休闲的公共地带 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故乡地标 也是他们安放相愁的永远空间 许多有历史的大中小城市 他们的最初可能就是几户人家一个小村 小到一个家 家的门口 大到一座城 城的入门 都有它的水口所在 尽名帝太宁元年 公元三二三年 文学家郭璞流落浙江温州 俊首请他设计温州城 《风水说》的源流 可以追溯到两晋石文学家郭璞的身上 他在其著作《藏经》中提出了藏风得水之说 不仅有力言 浙江温州古城的玄址布局便出自郭璞的手笔 今天的这一处公园 江新宇 就是当年郭璞指定的温州城水口所在 俯瞰温州的入海口 有三座岛屿索要江海之中 这是一个天造地设的绝佳水口 它可以缓冲雨季时上游下泄的山洪 也可以阻挡海潮对沿岸的冲击 一方城池 永保安岚 中国历史上数次由北而南的大迁徙 形成了汉族人民中一个特有的族群 客家人 也因此创造了一种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观 客家民居 既为客家 当然不能喧宾夺主 选择的定居点 多是山高水远之地 为了能够抵御野兽 盗贼的骚扰 为了能够完成聚足而居的需要 一种巨大的 可以容纳百人甚至千人居住的 单体民居建筑 在中国东南沿海 位为壮观 我们叫河南一带 叫碧莱嘛 叫马南千 当地呢 南方这边呢 居住是土著人 当地土著人啊 因为人口少土地多 你来了不反对 叫客人 叫习惯 才叫客家人 为什么土楼 它可以耐受到这么长的时间呢 关键的土楼是用这个生土 挖起来建造的 这个生土不但不会那个 崩化变质 而且它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牢固 客家土楼方形土楼历史 最长的遗址 一千两百年 圆楼历史 才不到六百年 放楼跟圆楼有很多差别 圆楼可以抗净 放楼不抗净 圆楼下面大 下面小嘛 在来倾斜 在地底倒不去地更走进来 第二个 圆楼给防风 防楼不行 防楼压得大 大风呢 防楼就倒掉了吧 圆楼没收到面 因为地形 气候和材料的不同 同是客家 其中间的土楼 却也是一方水土 一方民居 形成了圆形的土楼 半圆形和方形的围屋 抗家的赠注 都是按照圆楼啊 全圆的土楼啊 只有我们和平才有那个四角楼 一个是朝善文化 一个是港府文化 一个是西方文化 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客家文化 它这个四角楼的特点 一 它就起到防洪的作用 第二 防兵匪 过来因为这个地方 官方人家多金霜的有钱 所以它有一种旋復的感觉 你说你这样的防怎么好 我也觉得比你高大 还有更堂房的 尽管造型各异 但功能如一 防备外敌 到了这个地方来以后 它一定是结合了 三省交界地区的三区的地形 和它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口 在当地为了自保 具足而居 形成了这样一种 封闭性的民居形式 不仅是客家民居 防御是绝大多数 中国村落的共同要求 长城不是村落 不过长城不是孤立的 一道边墙 它的依托是从山海关到嘉狱关 与长城纯齿相依 共同承担防御任务 而修建的一系列军事堡垒 其中 有以明朝设置九边军阵时期最为繁重 这九大军区分别是辽东镇 济州镇 宣府镇 大同镇 山西镇 严隋镇 宁夏镇 陕西镇 甘肃镇 清朝以后 没有了游牧民族的威胁 这些个屯兵城逐渐荒凉 其中许多成为了老百姓居住的村落 当年的军屯 今天依然还是农田 当年的城墙 今天仍旧还是屏障 即便不是军事重镇 沿线的商业城镇 巨股大户 一样是城门城墙 壁垒森严 当一个不需要设房的村庄 便会有更自由的想象和寄托 浙江永家仓坡村 已有八百多年历史 今天依然存留着宋代的债墙 古道 老房 不过到此一游者 往往心不在焉 他们重点是奔着文房四宝而来的 不是说这个村里展示着古丸的笔墨纸燕 而是这个村的建构 是按照文房四宝的形制和布局设计的 这条笔直的石板街道纵贯全村 尽头指向笔架山 这是笔 街道两侧的池塘是围燕 池塘边的巨型石条 这是墨了 而整个成正方形的村子 就是一张铺展开来的纸 以笔墨纸燕的形 作为村落设计的魂 无疑是在表达苍坡人的理想追求 读书至世 亲怀天下 他们的关键词是 一等人 忠臣孝子 两件事 读书耕田 巧合的是 在后来的八百典礼 独而容身 耕而致富者 苍坡村带有人出 南西江沿岸 坐落着许多这样的优雅村落 他们不设挥派民居的高墙和精巧 没有尽忠大院的豪华 没有闽西土楼的霸气 他们是敞开的房屋 低矮的围墙 看得见青山和田野 房屋之间的间距 让每栋房子 保持独立的形体和品格 村落因此显得更为舒朗 对于不同凡响的人士 我们喜欢给他们编排一些个天生意象 村落也未能免俗 其实 许多村落在神奇的风水说 和世代传说之下 就是一个个因地制宜 科学治理的生态典范 远方的雷岗山是牛头 村口的两棵大树是牛角 这半月池和南湖是牛的胃 穿梭在家家户户门口的水镇 是牛的肠 这家家户户 当然是牛的身体了 牛要站立奔走 依靠的是这四座桥 这是牛的脚 这是一种情感寄托 因为在古代农根文化中 牛是家中的宝贝是家当 就把它说成牛 我们洪春 它不是像我们现在有人讲什么 从开始到最后一个整体规划的 这不可能 因为古代的自然村 它是阴形就是随其自然发展起来 说白了就是任何一个地方建筑啊 规划它是环境决定格局 形式追随功能 金钱影响规模 文化提升品位 我们是1131年来的 住在村后的雷岗山那个台地 1275年 因为用火不剩 把雷岗山脚下叫四山楼烧了 1276年就把东北 一个大概三角地带就建了 1403到1426年 有一个短期规划 就是一个叫胡仲的女人 她丈夫出去当官了 宗族里因为她太有才华 就让她来行使丈夫权利 就带着全族人花23年 一个是做了个宗池 第二在宗池前面 一个半圆形的荷弯 鹰形就是随其自然 挖这个半月塘 第三呢 把村中的一条 1200多米的一条 改道的老河 改成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人工水系叫水镇 这种穿梭到家家户户的水镇 是一种古代的自来水供给系统 后人把它比作是 红村的牛肠 600多年前 红村人在村落上手拦河建坝 在原来的河滩上扩建村落 利用河道冲毁后变成的小溪 让它穿堂过屋 建立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水镇 水镇沿途建有无数个小渠踏石 饮用换洗都在这牛肠里 每天早上八点之前 牛肠里的水为饮用之水 八点之后 村民才能在这里洗涤 水镇九曲十八弯 流过了家家户户的门口之后 经越早辱南湖 灌农田 浇果木 最后汇入绕村的河流 水区修通之后 所以这个村子越来越大 人越来越多 一直到万里年间 当时姓汪的 一共有十七个 头头面面的人物 大家一起联合倡议 就把村子原来南面的 一些水镯 水塘 水渠 以至一些生脚田 把它通过深蛙连成一片 仿造西湖的贫河秋月 把它修成的南湖 洪春水系 至此就基本成型 工人风水静观 它为什么挖成个内半圆的 于古代讲 大自然只有规律 没有规矩 你太圆太方 叫太过规矩 这个直线叫钢线 弧线叫柔线 叫刚柔并进 而且造型像 雁台上装水的一块 叫雁池 表文韵昌盛 前面有山 那边看过来也有山 苏州园林 怕我们一览无余 要做个墙挡一下 叫藏景 相当于文学的玉洋仙衣 我们全是高墙 你看几米十几米高 它要是不留个口 你可以想象一下 没有远山 你这个湖再美 也是被房屋包围的水面 根本就没有情调 你看现在呢 它留了个口 要是不留口 风水上不允许的 叫窒息 就不通气 那现在留了个口 风水叫气口 环境叫对流 美学叫流白 假如你要暗图索牛 你是拼不出牛型图来的 所谓牛型的村落 其实是一种勤劳致富 耕独传家的心理暗示 红村走过了六百多年的风光 在无需牛羹的时代 这头牛依然牛 水镇除了饮用 洗泥灌溉 还可产生水粒 用于防火 调节小气候 净化空气 美化环境 在许多建构有序的古村落 都可以看见 这样的人工水系 不过 有一种人工水系 是个例外 浙江的开化县所处 是乾塘江的源头 引源头清水 助堂养鱼 是这里的奇观 更奇的是 有的人家 把鱼塘住在了家里 这个鱼 这个房子的时候 它就挖了一个这么一颗鱼塘 当时造这个房子的时候 它造地基里面挖了一股浅水 所以在这开始慢慢的 把它搞到一个堂 在养鱼 那么那个水还是不够 所以在要把火里的水 沿一部分进来 在这里却需要 清水养鱼 只是喂食青草 生长期长 生长期长了 主人往往不舍得食用 有的鱼 已经养了二十多年了 以这样的方法 用这样的清水养鱼 想是鱼翁之意 不止在乎鱼了 吹烟会从田野上 鸟鸟升起 而在人的视野里 却建不到任何房子 这样的土地 发挥着双重职能 地下住所 地上良田 上世纪三十年代 域外的地理学家 这样描述他们在中国的 惊人发现 其实中国的窑洞建筑 四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这地坑园的历史 就是从原子社会就开始 就是地坑园 一直住到现在 老爷 老老爷都住在地坑园 以前人老祖先都是种地 种宝谷 小麦 主要是依靠种地 现在就是有果树 桃树 葡萄树 梨树 狮子 现在就是经济多不多 史记和诗经都记述了 周朝的奠基人 周文王的祖父 古弓胆赴 带领族人迁徙到陕西的 骑山下 掘地挖穴 重整基业的故事 黄土高原 冬季十分寒冷 植被稀疏 缺乏足够的建筑用材 和取暖用材 但黄土的松软度和多孔性 使其容易开挖 并具有良好的保暖性能 先民们据此创制了这种 冬暖夏凉的居住方式 大多前来观光的外人 都会问到 他们不会掉下去吗 院子里不会积水吗 房檐上这一圈 青砖切成的蓝马墙 就是为了防止地面雨水灌入 同时保障了地面劳作 和儿童玩耍的安全 在地坑院中心 设计低于周边约三十公分 并在偏角一处挖掘四到六米深 直径一米左右的水坑 用来继续雨水和污水排渗 由于地处相对干旱地区 这样的防护措施 足以抵挡雨水的侵袭 就地取材 以及环境 气候和技术的因素 是村落建筑形式的重要成因 但最终决定建筑形式 非此不可的 则是社会文化的因素 这种社会文化的因素 便是先民们精神的追求 和智慧的结晶 在土地稀少的地方 石头支撑起一片王谷 人家砖房啊 跟咱们的石头房不一样 咱们这个石头房上呢 冬天转化 下山两回 经过76年 唐人大地震似的 我们家那个 连防护措 都没有藤的 没有水泥这种石头啥呢 是那个垒的层子杆 你咱们说这个 这石头吧 它的地震石头 它是摇魂是吧 它一摇魂 这石头往里去了 是吧 它一回来 这石头回来了 原味 如果说你这要是 使水泥的话 咱们说咱们这都是 沈水泥 它一样我们都裂口了 蛋一样我们都酥了 都藏了 五百年前 民族英雄于谦 以石自欲 脱物研制 写下了广微流传的石灰银 千锤万枣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魂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五百年间 二十六代瑜伽后裔 在这里以坚韧不拔的品格 开山凿石 用石头书写了一部村落史诗 这些建筑 大都以天然石料为基础 用干打垒的技术 仅用双手 使块块石头之间 错落咬合 拔地而起 始建于明万历九年的清凉阁 下两层为全石结构 不挖地基 由一块块巨石垒气 有的巨石重达万斤 第一个特点它没根基 第二个特点没辅料 它的第三个特点 它的东南西北方位四正 第四个特点 石头你横看 它也并不成馅 树看也不压个缝 一块石头一堵墙 一根柱子一坯梁 一块石头一平台 一块石头大成房 完全用石梁石柱 石门石窗石看石 石头台阶 虽然它已经过了 四百三十六年的风情雨势 在这显得吧 鬼斧生工 它就顺利在 我们村的村栋手 石头街道 石头房墙 石头四合院 石头楼阁 石桌石凳 石碾石墨 石桥石栏 瑜伽村 石打石的石头村 咱们这个村子 就是于谦的长孙 又有道逃难 来到这儿的 在成化年间 也就是五百三十年来年吧 那时候 这儿是一片深山 它就一目时局 一路时有 开荒种地 在这儿生了五个儿子 我们现在全村 就分五谷 现在已经发展到了 二十六代人 四百户 现在在家居住的是 一千六百口人 这个村百分之九十五 它是 于是家宗 在现代建筑材料 丰富的今天 于家村的人 依然愿意使用石头 叠砌自己的家园 除了为了延续 于家村的民居特色 更在于 这快快垒石 仿佛翩翩锦绣门 这壮壮石屋 好像座座纪念碑 是对祖先 对民族英雄于谦的 最好敬献 无论夯土围墙 石头垒气 或者木头结构 中国的村落 都可以找到它的传承 不过 眼前的这一壮壮碉楼 一时难以寻足归宗 奇特的造型 先进的材料 混搭的装饰 这种似不像的建筑 恰恰是中国村落建筑 与近现代文明结合的 成功示范 广东江门 武夷桥乡这个地区 它是大量的人 开始往外走了 尤其是19世纪 60年代以后 50年代60年代 大量地向东南亚 向北美 向大洋洲移民 那么移民以后 他们把海外的文化 传播进来了 武艺桥乡这个地区 它的乡村景观 发生了一个 很明显的一种变化 一层楼的那种传统组屋 低频 整齐的组屋的情况下 在从后开始出现 点式的别墅 碉楼 它的建筑材料 建筑技术 都是从海外来的 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 它又是移民 把海外的建筑文化 带到了古艺桥乡 华侨是很爱国爱乡的 他们好多华侨 都在外面赚了钱以后 就回来光中耀祖 又建设自己的家乡 建这个碉楼 他希望以后 年老的时候 就回到家乡来 四川丹巴 藏腔民族的碉房 是中国建筑 叠时奇迹的最早见证 据古遗址 和石棺藏墓群的发掘 早在五千年前 就有土著仙民 在这里生息繁衍 并掌握了 较高的石器墙技术 面对这 壮壮形似堡垒的建筑 人们首先想到了 防卫的功能 确实 丹巴碉楼在历史上 和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并据此起到了 保护藏腔人民利益的 重要作用 不过 它的出发点 本不在此 这种 衣衫居指 垒石为室的建筑 汉书称之为 穷龙 穷 是藏地本教崇拜的 一种大鹏鸟 穷龙的原始形态 是用以表达 穷鸟崇拜的 祭祀性建筑 至于 至于后来的这些民居 碉楼 初中也不为防御 而是因为生育 丹巴村寨的居民 凡生一子 必要建立一处碉楼 这样 孩子才能得到保佑成长 孩子每长一岁 碉楼就要加修一层 直到十八岁 千雕之国 那就是千家香火 今天 人们已不再见碉楼 但是在房屋的顶部 都有一个四方形的 帽形顶层 代表着建造高雕的位置 四角呈月崖形 脚顶安放着白石 这是诸神的象征 中国村落的许多建构 在充分施展生活智慧 和艺术审美的同时 或明或暗 或大或小 总要安放着 他们敬畏天地 感恩自然的精神寄托 天空为什么那么空 因为 因为 云在要装其中 山风 为什么那么空 因为 人心要吹得动 惊分 惊分 为什么那么烦 我 因为 因为 要 神仙 听得见 花朵 为什么 不再多 噢 以为要开的湖似湖 我们说中国传统村落 是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历史建筑文化 是因为这些建筑 它有非常明确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长江以南讲的是非叛建筑 你到福建看土楼 你到云南去看他的竹鸟子 你去到湘东地区 你去看福地式庄稳 到核桃平原去 你到黄河走哪里边去 它不是这样的 你看苗族的建筑 汉族人把它称之为非叶 但是你到苗族去 没有人说是非叶 说是巨叶 群巨 那个线条非常有美 它的审美特征 非常的多样化 非常的具有民族个性 正是这种文化的多样性 它的独特性和它的特质性 准确地说 所以我们过去常常说的有一句话 叫做越是民族的 就越是世界的 村落的建构受制于地理 但因为它是人类在生活中重要的角色 而使村落逐渐演变为 联系历史与未来 原始与现代 一个文明因子 天地之间 中国人用自己的观察方法和智慧 总结了四十与百物的规律 并据此迎建着自己的家园 建构起这些家园的 是村落的每一幢房子 每一个布局 每一处设计 这建构里 包含着日月星辰 山川河流 风雨雷电 花草树木 更有历史文化和风土民情 中国村落 在建与构之间 生养着一代代中国人 天空 为什么那么空 因为 云在摇撞其中 山峰 山峰 为什么那么空 因为 人心要吹得懂 静芬 为什么那么烦 我以为 我以为 要神仙 听得见 花朵 为什么不再多 我以为 要开的火 我以为 我以为 不想念 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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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